红星不仅仅是输给了爱情 爱情的属性本就缺少恒定成分娱乐圈里的分分合合更是屡见不鲜 其实从爱到不爱或者从新鲜到艳凡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理解可不能理解并上升到必须唾弃的事是插足别人的家庭这真的需要道德批判一下 这段时间关于张丹丰出贵经纪人碧莹的消息二度袭来舆论力量之陶天强是远非去年事件刚录端倪时可比 而且这次早已不仅仅是因为合影照片中碧莹的肢体语言不对意或是两人被爬出情侣款服装手势那么简单 这次从网友爆料两人在酒店同处一室数小时 碧莹服装在进张丹丰房间前后的悄然更换事件发生后 张丹丰妻子红西山出本人微博中所有与老公的亲密照片以及碧莹小号中各种文字暗示等等来看 明眼人断定出轨事件接近实锤 在网友不断爆料经纪人碧莹上位的各种时政同时 舆论方面一边是剑指碧莹张丹丰怒斥渣男渣女的可恶行径 一边是对红西山表同情认为美人耻目确实悲哀 不仅红人妹也远离了她就连爱情也一同是弱流水 网上关于怒骂渣男渣女的帖子实在太多 这礼意无需加一倒是红西对爱情的态度值得一论 红西的骨子里由衷闹得劲儿 早些年与莫少聪的爱情曾经也是沸沸扬扬 两人从恋爱到怀孕却没有走上奉子成婚的路 相反这对被看好的金童韵女已分手告终 红西的决定是爱情没了血脉必须留下 这个做法让人压抑 普通女子绝不会如此选择 可偏偏红西不仅生了这个孩子 还独自将他抚养长大并把孩子取名莫搞怜 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是莫少聪的儿子 只是孩子从出生就被动接受了一个残缺家庭 这件事红西做得很撒 他在证明一个女人没有爱情依然可以撑起一个家 依然可以给孩子一份圆满的人生 或者是当年他对腹中之子难以割舍母子之情 亦或对莫少聪爱的深切 大帝人们的正常推理是这样 总之红新独自带招子打拼了一些年 当然他依然谋生也谋爱 比如与同事香港艺人的郭立行恋爱了三年 只是那段姐弟恋也是已分手告终 其实带招子走恋爱这条路本身就是设限 倒不是说单亲妈妈不能恋爱 而是单亲妈妈恋爱增加了困难指数而已 还好 红新带招子遇到了张丹丰 别看这又是一段姐弟恋 而且年龄相差了十岁 也别看红新带着别人的儿子一起嫁过来 事实证明 两人确实过了几年 秦瑟和明的小日子 儿子与继父的关系也是相处融洽 莫搞连也改名为张搞连 让许多人从此相信了爱情 如此这般 红新叶定是对爱情充满信心 否则他不会在五年前为张丹丰生下女儿张希同 四口之家 虽有一信子 但是关系和谐 一切谈字都会变得云淡风轻 路人朋友也相继祝福 爱情的样子有时可以这般花容月貌 都知道那篮词里那首 人生若知如初见 何时秋风悲化善 等闲便却过人心 却到过人心意变 爱情向来多变 古今如此 何况纷扰诱惑的娱乐圈 去年网卡张丹丰与经纪人 碧莹桃色新闻时 彭新在事件没有深度发酵之前 及时出来碧摇 并称两人关系亲密 包括碧莹身穿玉袍出现在张丹丰房间等 过格行为他都清楚并且在场 所谓流言止于智者 红心去年的所作所谓很有大家风范 当然聪明的女人都会这样做 毕竟把家丑来外扬不够理智 两个孩子受到影响才是最大的损失 如果说去年的疑似出轨事件属于捕风捉影 那么今年网友爆料的全权倒肉 确实到了无法圆场的程度 而红心语言的沉默与删除两人照片的行为 也已达到不攻自破的效果 可以说事件发展过程中 去年时 红心在对家庭做出挽救与牺牲 今年则是武力回天 事件如何走向网友都在观望或者猜测 在当事人均未表态时 大家都认定红心的婚事离定了 只不过会很吃亏 因为张丹丰明显的两家公司均是由经纪人币赢百分百持股 这是件不容小觑的事情 到这里回看红心一路走来 实在是情路多传 因此给孩子带来的影响也是令人奴奈 儿子张稿连刚刚出道不久 这件事情的曝光 让他很有些颜面扫地的感觉 先前姓莫 随着母亲嫁给张丹丰 他改为姓张 如今这个家出现危机 假如母亲与继父离了婚 未来自己到底该信什么 这在如今的网络时代 很容易产生一次又一次的话题 这让这个刚出道的少年情何以堪 至于红心年龄上小的女儿 面对父母关系的变故 同样会受到流言蜚语的影响 相信这些都在红心的意料之外 红心在百科中介绍为1971出生 那么算起来今年已是48岁 在接近已知天命的年龄 他再次成为爱情的妻儿 虽然同情 怜悯的声音都站在他这边 但又能怎样 孩子所遭受的影响 估计是他内心最大的痛楚 可是一切又不能改变 当然也不能重新选择